韩丽身下影子一阵扭曲晃动 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冒了出来 现出魔光的身影 神情看起来是木讷如初 韩丽直接问道 不知魔光道友 可知在这仙界之中 炼丹师的等级划分呢 据我所知 仙界炼丹师主要分为三类 即人阶 地阶 以及天阶 这地阶炼丹师之上 果然还有天阶炼丹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仁丹师 就是能够炼制 普通修士丹药的炼丹师 而地丹师 则是能够炼制 仙人服用的炼丹师 却不知道这天丹师 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仁丹师和地丹师的区分 和你描述的差不多 至于天丹师 又名道丹师 是仙界地位最高的炼丹师 判断依据只有一个 那就是能否炼制出道丹 不知何为道丹 和其他丹药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道丹 就是蕴含天地法则之力的丹药了 蕴含法则之力 莫非服下此丹之后 可以直接感悟法则之力不成 在仙界 杜杰成仙人之后 想要掌握法则之力 成就 真仙 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一种是通过修炼各种功法典籍 从漫长岁月的修炼当中不断感悟 最终会有一线机会能领悟出法则之力 第二种 则是用蕴含某种天地法则之力的灵才 炼制道丹 服下 以此感悟 韩丽的心中早就掀起了惊涛骇浪啊 他深吸一口气 面上神色如常 开口说道 这道丹 竟有此等功效 那岂不是只要服下道丹 便能审去数万年 乃至数十万年的苦修之功了 并非如此 即便有缘得到道丹 也只有极低的几率 能够领悟相关的法则之力 不过即使如此 也会对以后参悟有关法则大有好处的 这种领悟法则之力的几率 应该和道丹的品节有关吧 那是自然 一般而言 道丹肯定蕴含法则之力 但蕴含法则之力的丹药 却不一定是道丹 具体判断标准 就要看丹药炼制成功之后 能否在丹药表面呈现出传闻中的道文 并根据道文多少 判断道丹的品质 道文 那你可知道品阶最高的道丹 会有多少的道文呢 最多九道丹文 也就是九品道丹 那几乎是传说中的东西罢了 即便是一品道丹 也是夺天地造化的灵物 在仙界也是极为珍贵 难得一见的 原来如此 难怪天丹师在仙界地位如此之高了 我知韩道友在灵界时 便是一名造诣匪浅的炼丹师 今日有此疑问 恐怕对这天丹师有些想法吧 不过据我所知 千余名人丹师中最终 可能会出现一名地丹师 而十万名地丹师中 也未必能有一味成就道丹师 至于炼制高品节道丹的天丹师 则是更少了 炼丹需要依靠经验 蕴含法则之力的天地灵财 本就珍惜异常 哪里有那么多材料炼手呢 你说的确实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道丹的丹方同样罕见 基本上都掌握在仙界各大势力的手里 仙界的天丹师和灵界的炼丹宗师一样 大多依附于仙界各大势力 外界的话根本难得一见 韩丽文言眉头微皱 魔光又想到了什么 补充说道 对了 关于道丹还有一个传说 所谓道丹天成 同一种道丹的丹方 只能被一定数量的天丹师领悟 一旦人数足够 后面之人就无法再领悟此道丹的炼之之法了 还有这种事 这也太过玄虚了吧 关于此传言的真假 无人验证 不过大家都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一般得到一个道丹丹方 如非必要 是决然不愿意外传的 这一点 我倒是十分认可 毕竟换作是我 也是一样 我对于道丹和天丹师 就知道这么多了 希望能帮助到韩道友 魔光淡淡说了一声 身形一晃 便要没入影子当中 韩丽呼得又想起一件事 叫住了魔光 稍等一下 我还有一事相寻 韩道友还有何事 事关于仙缘石之事 还请道友替我解惑一二 这仙缘石可是好东西 既能在交战时快速补充 体内仙灵之力 也能用来提升修炼速度 不管在哪儿都是稀缺之物 难怪可以作为货币来用 却不知 凝炼一枚仙缘石 需要花费多久 这一点因人而异 一般而言 真仙后期的仙人 花费一年 能凝炼出一枚 真仙中期要花费十年 而真仙初期的话 则要花费百年以上了 百年 传送阵的费用要五颗仙缘石 我原本计划 如果凝炼出一枚仙缘石 花费时间不长 我辛苦炼一下也没关系 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我刚刚说的仙缘石 指的还是下品仙缘石和零石一样 仙缘石也分为下品中品和上品 极品这四个级别 高品质的仙缘石一般而言 只能高阶仙人才能凝炼 那除了需要不断注入仙灵之力之外 可还有其他限制 凝炼仙缘石期间 修饰无法修炼 故而除非被逼无奈 没有哪个仙人愿意干这种损己利人之事 所以在仙界 不管哪个等级的仙缘石数量都很少 珍贵异常啊 原来如此 如此说来我想要换取仙缘石 恐怕希望不大 魔光见韩丽沉吟不语 当即没再说话 身形一晃 融入到韩丽的影子之中 不见了踪影 入夜至深 明月当空 有阳山山顶之上 一道顿光骤然爆起 如同闪电一般 一闪便消失不见了 不多时 摇阁十数万里之外的一片偏僻海域当中 一道身影从中浮现而出 悬浮在了海面之上 此人一身轻袍 身材高大 正是韩丽 只见他双眼明亮如星 伸手在胸前一抓 朝着高空中一抛 随即嘴唇清起 默默地念动起来 伴随着阵阵吟诵之声 响起悬浮在高空中的小瓶 开始剧烈地震颤起来 而周围海域之内的天地元气 也开始变得有些躁动不安 一道轻的球形光幕开始一点点扩大开来 朝着四面八方笼罩而去 海面之上的波涛也暗暗地涌动起来 眨眼间便是七日七夜 随着一枚小小的精力 和已经变得近乎透明的小瓶 从高空中缓缓落下 海面之上完全恢复了风平浪静的模样 由于提前服用了一枚龟原丹 使韩丽不至于如前几次那般被吸的皮包骨头 但是此刻她的神色仍然颇为萎靡 抬手接过两样宝贝之后 立刻翻手取出一个翠绿色的玉瓶 从中倒出一枚望原丹送入口里 韩丽先是猴头感到一阵清凉 但是伴随着丹药缓缓地入腹 很快这清凉之感又化作一股暖流 开始在她四肢百骸中流动起来 最终汇入丹田之中 丹田只是微微一热 接着便觉得吸纳天地灵气的速度骤声 源源不断的灵力涌入丹田之中 随后转化为一股股精纯无比的仙灵之力 先前听的卢管是说高级丹药有如何如何独到 我并没有太多感受 此番服用过后 才发现当真与先前服用的丹药大不相同 毕竟能够短时间内大幅提升 真仙境修饰恢复仙灵力速度的丹药 若是在凝炼仙源石时服用的话 可以提升凝炼速度 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了 在原地调息了片刻 韩丽身上顿光一起 朝着黑风城的方向急射而去 当韩丽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千药斋大堂之时 正在招呼一名熟客的卢管士 一眼就看到了 抱歉啊 适陪一下 他先是有些意外 但很快与熟客知会一声 满脸笑容朝他迎了过来 前辈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先前从掌柜的这儿买了那些丹药 服用过后效果确实不错 便想再来看看 卢管士脸上笑容更盛 忙带着韩丽再次上楼 前辈何时来本药斋都欢迎之至 前辈请随我来 与前几日情形相差不多 五层一样是十分清静 除了几个侍从之外 没有一个客人 来到五层之后 卢管士开口问道 不知前辈想再买一些望远丹 还是尝试一下别的丹药呢 不急 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二 之后再看看购买哪种丹药 前辈请问